我们的农业研究 当然可以接地 但是也可以升空 所以我们就叫上天接地 把天地的连接在一起 我是林汉明 是香港中文大学 生命科学院的教授 也是农业生物技术 国家中典实验室的主任 那我们在5月10号的时候 我们的大斗根流军的样品 所以天就6号升空 当时我在现场看火灯升空 这个很出动 因为我没有在现场看 这个很震撼 我们这一次主要有两个样品 带着天工的 一个是通过天交6号 把我们的根流军带上去了 根流军许跟大斗产生固氮作用 然后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有机的氮 会减少氮水的使用 也会减少碳排放 另外一个样品是通过神舟16号 刚刚也上了天 那个是我们在甘肃研发出来的三个大斗 国家的抗天商务是最先进的 通过我们的农业商务 就可以更洁净地结合了一般老百姓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上天借地的概念就是 最新的科技 最需要的科技 都能联系在一起 解决了最终的是解决了老百姓需要的问题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把样品带到太空呢 因为在地球上边我们要寻求突破 天空上面的条件跟地球很不一样 它们没有地球的地心系列 所以它在微重力的情况上面会产生很多变化 将来我相信我们地球 包括我们中国 肯定有很多人愿意去做太空旅行 太空舰 太空站 很多其他的发展 第一件事情是解决粮食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是有多重的目标的 1997年我从海外读书回到香港 然后当时我要选择做什么题目 我是希望做农业的 但是农业当时很多人都说做主人吧 水稻应该很多人做玉米很多人做 小麦但是我看大豆是起源于中国的一个农着物 当时的大家对它的关注比较少 但是大豆是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 所不能够改善土地的肥料 有一次我到黄土高原 就顽固西周一看 在黄土高原上面土地不是很肥沃的 而且要很干旁 但是他们靠这片土地就维持生活了 我当时想啊 如果把科学的技术能够用到这些边缘的地区 可能更有意义 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在西北地区用大豆了 后来我就很很幸运了 在甘肃山农科院认识了张国宏研究员 我们一起发展甘肃地区的大豆吧 我们把香港做出来的基础科学 再加上它的一种的能力 希望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大豆给当地农民 我跟张教授说 我们退休以后希望有什么东西 大家觉得还是留下一点东西给农民用吧 所以我们在内地有些同行说 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存个留在农民家吧 后来就决定我们都是无常地把东西给农民用吧 所以就形成了这些 山口大豆能够在甘肃地区 一个广泛的英勇 2016年就有83万部 而且我在香港还加入一些食品公司 还可以做章油的 他们说他们可以再购买一些西北的大豆做章油 可以保障一下农民的稳定收入 他们有一个五年计划 还有扩大他们的收入 然后当时我就想了一个希望 可以把一个重大的科研 关于大豆的带回去中国去做 所以当时我提了一个名字 我叫大豆回家 我们想把它的高端科研放到中国里面做 2010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人宣布 已经把一个栽培大豆解码成功 然后韩国的科学家说他们要测野生大豆 我觉得中国不能确实 这个中国起源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从09年开始合作 整年都在拼命地去完成这个大豆金主研究 结果我们测了31个 当时是很难的 因为当时美人做 当时2010年我们在12月的时候 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个 既然遗传 负面来的 所以比韩国人的发表早了两个星期 后来我看见好多年轻人 他们投入了很多大豆金主研究的工作 把我们种地区挖掘得很好 现在都有很多很出世的 新一代的科学家 香港的定位是什么 是一个国际创科中心 最初的时候我们是跟南美有点做 但是在黑人的村庄里面 有很多他们的基础掌握不好 而且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工种 所以他们在想能不能利用他们的土地 去发展农业来解决部分 年轻人就业的问题 他们还改了一个非洲语 把这个商务叫淫白屋 意思是希望的种子 所以他们说我们为他们带来希望 我觉得国家对于香港的科学家 还是蛮照顾的 所以我们要争取机会 去了解多一点 能结合国家重点的发展 然后把我们的力量炸进去 当时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吧 你们做农业的 怎么可能做肯定呢 我觉得不要自己定一下界限 机会多的是 我很期待将来香港年轻一代的科学家 学生再多了解一下中国的发展 去寻找机会 我更期待将来可能 有一些香港的学生和科学家 可以到太空站里面去做的实验 做在哪里去真的操作一下 可能带来更大的特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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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